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大方心心愿 飞扬 不复兴 不断 不断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大方心心愿 飞扬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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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心心愿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人生要有好老师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今天的节目是 人者寿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3月15号 农历的2月15 今天呢 是师父老人家 88岁 兽诞 那么来自 全国世界各地的 同修 道友 还有官员 这个齐聚到香港 一同 来 向师父老人家 祝寿 喝喜 很多居士从家里 做了素菜 素饭 供养过来 场面很热闹 你看这是 叶剑英元帅的女儿 林子会长 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专程赶过来 给师父老人家 祝寿 你看他很激动啊 给师父老人家 磕头 祝寿 这只是 邀请了一部分 因为场地太小了 你看 在香港的 在香港的 应该算是 远交了 群山的环抱 有那么 极壮 不大的房子 师父老人家 常年呢 在这个地方 为全世界的大众 讲经说法 这个年岁 每一天都是 四个小时 上午两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 从来没有间断 有的时候出差 去世界各地 奔波劳碌 有时候 飞行要很长时间的 到了当地 第二天 又开始讲经 由此 我们就想到 师父老人家 有一张照片 那应该是 刚开始讲经的时候 黑白的 那个时候 师父非常年轻 二三十岁 很瘦 和现在完全是 两个样子 我们看到 从那个时候 一直不停地 讲经 为世界各地的 同修 观众 来 介绍佛陀教育 讲解佛陀教育 所谓 红纵 免道 一直到现在 师父老人家 学佛六十多年 讲经说法 五十六年了 我们都知道 在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教育家 是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 注释 按中国的算法 十八十年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师父老人家 五十六年 作为佛弟子 超过老师来 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 我们族上有德 我们中华先祖 积德积德后 师父常讲 后德载悟 中华民族 世界上 唯一的 所以师父老人家 就出现在我们中国 在安徽鲁江 同城派的发源地 这么多年来 师父老人家 慈悲 注释 这话怎么讲呢 你看 最近师父常常 给我们介绍 海贤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岁 念佛九十年 师父就讲 这位老人家 念佛 三年就可以往生 就可以离开 无浊恶施 不再受这个苦了 但是老人家怎么样 念佛九十二年 为什么呢 为大众做好榜样 健康长寿 一百一十二岁 那换句话说 师父老人家 他老人家的学生 这我们很多同修都知道 刘素云老师 你看今天 刘老师也到场 来助手 刘老师原来是 红斑狼疮的患者 周围得这个病的 很多人都走了 他就是听师父老人家 讲经 医院已经判了 死刑 治不了了 你看 刘老师现在 健康得很 红光满面 很富的 这次我们在演播室 我说咱们 刘老师咱们何张颖 您真是师父老人家的 好弟子 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刘老师 现在真的是健康长寿 到了什么境地了呢 师父讲 他可以生死自在 也就是 想活多久就活多久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到了这个地步 念佛十年 一张光盘 每天听十遍 听了十年 剩下的时间 就是念阿弥陀佛 刘素云老师 他的事迹 在学佛界 那是广为流传的 光盘很多 大家可以想一想 学生都可以生死自在 那老师就不要讲了 所以我们可以推想 师父老人家 净土宗一代大德 世界宗教界的领袖 他老人家 讲经五十六年 学佛六十一二年了 我们可以推想 早就可以生死自在 不在这受这个罪了 那为什么现在 八八高龄 每天还有讲经四个小时 为全世界大众讲 无量寿经 讲了十几遍了 现在黄年老的这个注解 已经是第四遍开始讲 一讲就讲一年 老法师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能走不走 《花言经》上有一句话 菩萨四德 这第四德就是 待众生苦 此话怎讲 什么叫待众生苦 我们的体会 说实在话 一切学佛人 就是在家出家的 四众弟子 在家的 男居士 女居士 出家的 比丘 比丘女 四众弟子 释迦牟尼佛早就讲过 四个字 为人演说 那是四众弟子的使命 亦不容辞 你就是干这个的 为人演 为大众 演示出来 你做到佛法有多好 他戒律是什么 你要把它做到 戒定会 你要表现出来 让大家看到佛法有多好 这是演 深教 说呢 你要讲解出来 讲说出来 这些典籍的 这些典籍的 艺力 深意 你不讲 大家真的不懂 为人演说 都是老师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就是一个是演 一个是说 所以 我们看到 到现在为止 师父老人家常讲 佛法已经衰微到了 低谷 到最底了 儒家的 道家的 佛家的 都面临断绝的危险 为什么呢 没有人讲 没有人来演说 这是衰想 那应该 应该谁来做呢 应该 我们讲 全天下 我们说国内 所有这些 四种弟子 我们人人 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为人演说 是很苦啊 准备奖金 我们知道 那看资料 看这些注解 非常辛苦啊 师父老人家讲 今天早上 三点就起来了 读经 看注解 那讲经的备课 非常劳累啊 这个事情 谁该做 千千万万的 四种弟子 这个苦 应该是大家受啊 现在 大家不做 那师父老人家 就替我们 受这个苦 师父来做 带 众生苦 难道不是吗 这个罪 应该是我们年轻的 四种弟子来做啊 我们现在都不做啊 让八十八岁的 老人家 他老人家去做 真正把带众生苦 自己做到了 所以有人说 带众生苦 在哪里呢 你看看 师父老人家 安守本分 佛教的 一个出家人的本分 就是为人言说 让大众看到 为什么要学佛 好处在哪里 师父老人家 常讲啊 老人家的 祖父 四十五岁就走了 短命啊 伯伯 四十五岁走了 爸爸 四十五岁走了 为什么 打猎 杀生 太厉害 师父也是 年轻的时候 练习枪法很准啊 杀很多的 这个动火 师父知道 算命先生给他讲 那是真的 说你活不过四十五岁 师父说 肯定 我们家 命该如此 果然到四十五岁那一年 一场大病 知道要走了 寿命到了 师父发大怨 这辈子 红发了一生 哎 一个月之后 好了 从此命运改变了 师父说 四十五岁以后的寿命 本来没有啊 可以延寿啊 一直延到现在 我们这些来祝寿的人 亲眼所见 师父老人家的弟弟 复旦大学的教授 徐老教授 夫妇俩 今天也在现场 都延寿了 那为什么呢 师父就给我们讲 了凡四训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想 师父每过一次 这个寿丹 都是一次 对了凡四训 这部经典的证明 你不信你来看吗 哎 什么生病的 你看看师父 从那之后 再也不生病了 身体就那么健康 有时候走路 我们在身边 追不上啊 身体真好 血液相当于三十岁的 医院 印度医生检查 是真的 那个皮肤啊 哎 更透明的似的 寿命 你看 这么高的寿命 人要到了生死自在 想活多久都可以啊 换句话说 师父慈悲啊 为什么天天 还要受这个罪 凌晨三点起来 每天接待 那么多的客人 我们在边上看着 说实在话 心里都累 哎呀 这一波一波的 你偶尔都不觉得呀 所以有一些人觉得 你看 出名挺好 你去试试 一天行 常年如是啊 全世界的来宾啊 可了不得 哎 去年下半年 一直到 哎 这个这个 上个月 光 印度尼西亚 五波客人 教育部副部长 哎 大学校长 政府官员 主管宗教的 啊 哎 前总统的夫人 瓦西的夫人 这一波二波 这才几个月 就五波客人 光印尼就五波 哎 师父要不停的接待呀 那每天的来 也要求见师父 拜见师父 太多了 我们在那看着 哎呀 年轻人绝对受不了 你看师父 谈笑风声 凌晨三点起床 准备给大家 讲解经教 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吗 你不认为 这是最伟大的慈悲吗 他老人家又为了什么 哎 过去有人给师父老人家 建了个账号 哎 香港那边 哎 有一些人知道这个账号 哎 给师父供养 那么前不久 斯里兰卡 它是个佛教国家 哎 总统下令 要听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要建世界 佛教大学 哎 龙喜 佛教大学 还要再建一所世界宗教大学 啊 要团结全世界的宗教 弘扬佛法 哎 这一筹建需要钱的 我们亲眼所见 哎 凡是有人拿着红包 去供养师父老人家 师父通通都跟他们说 把这个钱 全部都送到佛教大学 而且师父在讲经的时候 多次跟大众讲 你们有钱 不要送到我这里 直接送到 哎 斯里兰卡 佛教大学 我这里不需要钱 哎 你们给我的 我通通都给他们 师父老人家 把 佛陀的伟大 佛教的伟大 做出来给我们看 佛教好不好 哎 你看看 光说不行啊 我们大家 可想而知 一个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 每天吃饭也就这么一碗吧 能吃什么呀 穿的衣服也就是僧袍那几件 是吧 睡觉 七尺床 还能要 还能要什么呀 就算要还能要什么呀 八十八岁了 我们看到之后流眼泪啊 无限的感恩的 什么都不要 全部 奉献给世界大众 世界人民 为了什么呢 为了世界和平 师父老人家 最早在新加坡 团结做九大宗教 做出来给你看 宗教现在 总是矛盾重重 师父把它团结起来 在联合国开会 联合国秘书上 亲自看到 宗教团结 在台上手拉手 这都是师父老人家 做的示范的 第一人的 从那之后 联合国 设了一个 宗教师父办公室 联合国历史上没有过 任温常常说 这个 社会的和平方向 在哪里 前些年 师父在他的老家 做了一个示范点 汤匙 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全世界 世界各地的观众 都想去看 做出来给你看 中华先祖 中华文明的这些 古圣先贤的教导 圣贤的教育 管用 他怎么能不管用呢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世界各地的政要 日本前首相 旧山 邪 夫人 常去拜 往 师父啊 所以我们看到 旧山首相怎么 老在国际场合 向中国来忏悔 有原因啊 有人教啊 你说师父 为我们 这个和平 邦交 做了多大贡献 默默无恩啊 这一次我们看到 就是今天呢 斯里兰卡的国师 强迪马国师 坐着飞机 赶到香港 给师父老人家磕头 送来了两件 锅礼 总统让他送来的 一件是 出家人穿的袈裟 森袍 总统说 请师父老人家 到斯里兰卡去讲经 讲无良受经 要穿上这件衣服 总统送的 又拿出了一件 佛教传到 斯里兰卡的时候 当时 把那个经文 抄在 贝多罗的 那个树叶上 叫贝叶经 距离现在 七百多年了 那是他们国家的 文物国宝啊 这次国师 把他送过来 把国宝 敬献给 师父老人家 而且他现场 说了一句话 老法师 就是国宝 就是 人类的 贵宝 你看 那么多世界政要 都去向师父老人家 请教 什么问题 师父对答如流 那要是说错了 人家还能再来吗 每一件 都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马哈迪长老 那是马来西亚前首相 也是宗教界的大德领袖 那是师父老人家的老朋友 看到师父老人家 给他推荐的 群书制药360 爱不释手 说 我要早看到 这个 中国古圣献献的这些教导 我有好多政治上的 这些失误可以避免 你看 中国有一句老话 家有老 是个宝 我们中华民族 绵延至今 代代都有圣贤 我们这一代赶上了 这么一位伟大的圣人 主师 佛经上讲 那是佛说的 无论是 正国的阿罗汉 还是菩萨 甚至更高的 要是注释的话 整个那个国度 那个地区 都受到保佑 真有什么 有个灾有个难 大灾难能化成小灾难 小灾难能化成没灾难 中国的历史书 我们大家去看二字 也这么说 确实如是 所以 我们是托先祖的福 遇到他老人家 长久注释 我们都跟着展光 不学传统国话的 不明白佛法的人 可能听了 有点陌生 我们都知道 深信不疑 那是真的 国之祥瑞 那要是长住时间 还了得 你就看他老人家 每一天 这两天 我陪在师父身边 我看到 今天上午还在讲经 你看 从那个演播室出来 全是人 就该吃饭了 大家是有唱歌 有弹琴的 一片是喜庆 祝贺气氛 请师父老人家 讲两句吧 师父从兜里掏出来 一个册页本 说我今天读了一部什么经 今天早晨 我三年中起床 我三年中起床 读金 读到一瓶 十瓦的经 对于读金 我们对它很熟悉 但是没有读过 里面告诉我们 有十张 面画的方法 我们应当 要认真学习 依照这个方法学习 经上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 派遣二十五位菩萨 日夜的保护 我们相信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怎么样念佛 我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 按照佛所教导的 你看 这我们闻所未闻 真叫别开始成面 这祝寿会上老寿星 给大家又讲了一段经 讲到最后师父说 希望大家好好念佛 一切都是假的 不要认真 这些东西是虚幻的 你带不走 只有念佛 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了托 六道轮回 生死之苦 才是真的 我们就不想到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念念不忘记 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声号 念念希望求生 真的 真的 像老婆那样说 这个世界 甚至是假的 师父天天说着 希望大家都修身 家庭都和睦 我们的民族 这个兴盛 文明 昌盛 世界和平 天天就说着 你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位老人家 老人家那个德行 你在边上慢慢观察 你都能体会得到 师父说 现在 上年岁了 哪儿都不想去来 五月份联合国开会 也不想去来 但是印尼 请了五次 全国要在 中小学 推广地子规 世界上最大的 回教国家 它是第四大国 第一是中国 第二是印度 人口最多的 第三是美国 第四 排在第四大国 就是印尼 是两亿 六千多万 好像是 可能是几百万学生 还是多少万 要推广地子规 请师父老人家 知道 你看看 因为马来西亚 已经在建汉学院了 印尼 马上也要建汉学院 要 奠基 请师父老人家 一定要 要到场 你说怎么办 人人都需要 哪国都需要 谁不需要 智慧 谁不需要 和平 到哪里求呢 哎 师父老人家 常常说一句话 加油 老是个宝 这个老 我们老祖宗 五千年 一万年的智慧 老不老 哎 师父老人家 继承了 佛法 三千零四十一年 老不老 师父老人家 继承了 我们这辈子 能遇到这么一位 大德 追随他老人家 我们都是电视机前的 学生啊 观众啊 哎 我们受益无量啊 所以有些人讲 哎 现在学佛人都迷了 都糊涂了 那么多人 给师父送钱 师父说 这些钱 通通 都去 印书 印法宝 哪个地方去 就给哪个地方 给斯里兰卡 建大学 一个一 真正赶天动地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什么都不要 亲自在你面前 给你掩饰出来看 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 有的时候 我们很荣幸 哎 在师父身边 能待几天 看看 真受感动 真受教 有的时候 哎 就想跪在那磕头 不起来 为什么呢 你老人家 太劳累了 就这么多的事情 哎呀 快休息 休息吧 师父 每天四十个小时 奖金 绝对不中断 那有时候 接待客人 比奖金还累 我们知道 这明天 肯定 上午 又带着大家 无量寿经 研习班 全世界的同修 都在一起学 向师父提问题 师父来接他 你看这么多年来 一直到现在 师父老人家 所受的那些委屈啊 我们想想的难过 你看还有人 攻击师父 说师父不好 哎呀 我们都没法讲 师父老人家 怎么讲呢 师父说 感恩他们 他消除了 我们的业障 不要解释 不要辩驳 他们是误会 永远感激他 这就是师父教给我们 从来不解释 从来不反驳 任人家骂 任人家侮辱 你这就给我们做的 好榜样 人人都学这个 吵架都没有 哪来的打架和战争啊 是世界和平啊 温良公俭让 礼让 忠华之美德 师父做到了 我记得在过去的节目中 有一幕 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每次看到 都无比的难过 那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恩师啊 他老人家 就是在这么做 我记得有一次出国回来 我们看到 师父回到香港 你是这么伟大 在世界各地 享有圣域 一代高僧大德 这个老人家 你看他回来之后又怎么样呢 回到香港机场 孤零零的一个人 背着一个小胯包 在机场 在人群当中 排队 一个关口 一个关口 这样过 87岁了 我们看到老人家这个背景 无比的难过 我们现在只相信钱 不相信圣贤教育 看到老人家这个背景 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惭愧 也感到非常的难过 他老人家受这么多苦 受这么大的泪 又为了什么 我们看到这些片段 每次都很受教育 没有人不受感动 你说我们这个节目看到这里 我这些话说到这里 请问哪一句话是迷信的 不好的 有人说佛教这个那个 佛法佛陀教育 哪一点有迷信 哪一个国家不需要 哪个人不需要 不喜欢的 最好的东西啊 其他的都做不到 唯独佛教徒做到了 师父老人家 你看别的人 学佛的人没做到 师父做到了 真正最好的佛弟子 怎么当 你看恩师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真诚的期盼 我相信不管是学佛 还是不学佛 任何宗教 你看那个伊斯兰教徒 见到师父的拥抱啊 师父印古兰经 头一次就三万了 全世界流通啊 师父说 所有的伊斯兰教徒 都要好好地做 真主的好学生 师父见到基督徒就讲 你要做耶稣的好学生 见到学传统话就讲 要做孔老父子的好学生 你看 没有人 不喜欢 所以联合国教科恩组织 那个主席 每次见到师父 没有人不喜欢 人类的贵宝 我们亲眼看到 所以我们相信 大家都共同地期盼 这么一位伟大的圣贤 老人家能够永住世间 我们就有福了 有问题 有地方去问 他老人家 常常跟我们讲 一定要听政府的话 要做最好的 人民的好榜样 四条 头一个 不棒过主 国家领导人 包括这些各地领导人 你不能毁谤 你不能攻击 不做国贼 不能伤害自己的民族和祖国 不能当汉奸 第三个 不漏国税 企业家这么多 你要听师父的话 不能贪污 第四个 不犯国制 就你个不能犯法 不犯国制 这师父常常讲 你说哪个领导人不欢迎 走到哪个国家 师父都讲这个 所以他老人家 长久注视 人民的福祉 我们在这里 诚恳的 忠心的 无比虔诚的 期盼 师父老人家 法体 康剑六十吉祥 你老人家一定要多保重 不能太劳累 我们也愿意替你老人家受点苦 永住世间 希望我们大家一同念佛 回向给我们无比爱戴的 师父老人家 阿弥陀佛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宿礼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亲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 亲师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一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齐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